民進黨代理主席陳其邁微笑背後沒說的事 嘉義市長敗選後首次終職會 其實氣氛相當沉重 近日更有前立委蔡啟芳檢討自家人 這講的都在裡面 變成我在逼公 不知道在逼什麼 我看死XXX 夠了嗎 七道國媽都飆出口 因為蔡啟芳在臉書上 建議蔡總統退位當太上皇 被質疑是粗言逼宮 而子立委蔡玉幫忙詮釋又另開戰場 黨內檢討差點演變成家庭糾紛被指示戰犯的柯建民也滿腹委屈 撇除黨內紛擾 警察與黑金關係太密切 也被檢討是敗選主因 政府官本來就沒有任急 隨時會下台 主管機關前內政部長徐國勇 因病請辭後內政部長玄缺 除了先前林佳龍被點名 傳出總統府資政李毅揚 回國掌舵呼聲最高 判人借重他曾任民進黨秘書長 以及扁政府時期內政部長完整經歷 穩定2024軍心 華視新聞 戰友全力未成 台報道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